我覺得你可以罵我傷疤 你可以罵我任何字 但是罵劍這個我比較push下去了 一想到那一天那個情景 我就好幾個晚上到睡不好 那個大哥好像說的 好像是他有頭照顧我一樣 我真的 我也真的是差一點點 我覺得你可以罵我傷疤 你可以罵我任何字 但是罵劍這個我比較push下去 沒有什麼事啊 只是因為我不知道要去跟誰講這個事情 我最後就是會在FB發洩一下我的情緒 如果我不發洩的話 我會覺得我一直過不去 一直過不去 我又很擔心我爸爸媽媽看到電視 我又很擔心 因為只有這樣子 我沒有要責怪什麼大哥 我沒有要責怪他的故事 沒有 只是純粹我講一下我抒發我自己而已 我沒有要懲罰誰 我也沒有要罵誰 我也沒有要死誰 有什麼沒有沒有 我也沒有要趁誰的心門 都沒有 只是一想到那天那個情景 我就好幾個晚上都睡不好 我覺得人是要有尊嚴的啦 因為我已經60歲了 也不是小貓頭啦 被慢有的自由 我是會吞不下去的 那個大哥好像說的 好像是他有頭照顧我一樣 我真的 我也真的是傻眼 我沒有人 我真的看他 我不是不斷 他是不是 我不是沒有實個 關心 那還是錯一個 辛苦你了